看看新闻网 其实是一种伤害了 我们希望不要就是被一些人利用了 而嫁入货家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为货家开枝散叶 他表示已经有准备生儿育女 自己希望暂时先生一个宝宝 之后要看心情来决定不可操之过急 会去准备了 因为像大家知道你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不要有太多压力 这样子宝宝会比较健康了 之前就比较忙嘛 没有太多时间 会去做一些准备了 许可生多少个宝宝啊 先生一个再看 那老爷现在有没有可以准备患点 做一个程序 老爷之前你们也听他也说 但是要做有程序嘛 所以就是顺其自然一步一步 就像我们平时做的都是一步一步来